在法国的西北部有个城市叫做乐芒 那这一天是个冬日的雨夜 退休律师蓝思琳正冒雨赶回她家的别墅 刚走到门口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太逼近 这大晚上家里边咋黑着灯呢 好像只有楼上女佣的房间点了点蜡烛 她一开前门啊 前门从里边反锁了怎么都打不开 那作为律师呢 蓝思琳敏锐地感觉到这很诡异 律师大致直接报了警 警方撬开房门的瞬间 屋里边血腥如地狱的场景吓唬了所有人 到处都是血 甚至啊有的都喷溅到了房顶上面 那中间呢是两具被毁到面目全非的尸体 眼睛都被挖了 正是蓝思琳的妻子和女儿 那家中的女佣两姐妹呢 是不是也遇害了 大家赶紧冲上楼 发现啊两姐妹居然躺在床上 她们还活着 旁边啊是一把血淋淋的锤子 上面还沾着人的头发 这是啊一道闪电划过 照在这两姐妹的脸上 像鬼一样恐怖 这就是上世纪法国最著名的虐杀案 也是奥斯卡神作啊 寄生虫的灵感来源 就是啊这两个女佣 谋害了部主家母女 当时案子传开之后啊 法国很多知识分子冲出了啊 说她们是正义的化身 那进而咱就唠唠这个毛骨悚然 但是又特别让人唏嘘的案子 二十世纪初期啊 这对女佣姐妹呢 出生在法国勒芒一个底层的家庭啊 她呀是家里的老二和老三 因为她们姓帕潘 所以被叫做帕潘姐妹 当时啊家里边大姐出生之后啊 爸妈就开始感情不和 整天撕啊 爹整天酗酒 妈也精神不太正常 那女佣两姐妹呢 二姐克里斯青和小妹丽啊 就在这时候接连的出生了 家里边鸡飞狗跳啊 所以她俩呢 经常接人篱下 后来还被送进了孤儿院 那大姐啊 就人间清醒 长大之后做了修女 那二姐看大姐过得不错 那也想当修女 这时候啊 她们那个亲妈就跳出来了 说老大跑就跑了 你老二老三啊 都别想跑 都去给我做女佣赚钱 你看这亲妈算盘大的 还想吸女儿的血 于是呢 这帕凡姐妹的女佣生涯 就这么开始了 那说起来 这两姐妹性格啊 其实差得非常大 那二姐克里斯青呢 看着大姐过得自由自在啊 就特别的向往 所以她表面顺从 内心呢 其实特别很强势 有主见 但这个小妹丽娅啊 就比较内向啊 逆来顺受 因为这种性格啊 二姐就很护着小妹 那小妹也听她的 两姐妹啊 就这么相依为命 虽然她俩命挺苦啊 但是对生活呢 并不消极 干活也勤快 就说姐姐做菜很好吃 1926年啊 帕凡姐妹开始到 退休律师 蓝思琳家打工 那这家呢 总共三口人 退休律师蓝思琳 她的妻子 还有她们成年的小女儿 她家还有个大女儿 不过已经嫁出去了 那从面上看啊 帕凡姐妹在她们家待遇啊 相当好 那住的是连排别墅 那吃着用的也没得说 但其实啊 这家人还是把她们 当做下层阶级 除了交代工作啊 她们压根不跟那两姐妹说话 她们安排的工作也很辛苦 一天要干14个小时的活 每周就休息半天 不过啊 帕凡姐妹还是很任劳任怨 那在这种家庭呢 两姐妹啊 就更加的依赖对方啊 简直像连体婴一样啊 这两姐妹 但是七年之后啊 这家的女主人 开始有了精神问题 就开始折磨 两个乖巧的女佣 具体表现啊 就是找茬 明明菜做的不错 她还这不好吃 那不好吃 还经常对家居啊 做那个什么白手套测试 就拿白手套去摸 有一点脏上去发火 扣工资 更过分的是啊 她还各种殴打两姐妹 最疯的时候啊 就拽着女佣头 往墙上撞 每天被虐待呢 两姐妹虽然表面没有反抗 但心里边的愤恨啊 越攒越多 尤其是姐姐的性格 还那么的强势啊 偏执 1934年2月那个雨夜啊 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直接开启了这场血腥的杀戮 当天啊 其实一家三口都不在家 男主任那个律师啊 去聚会了 女主任和女儿先去购物 然后准备到大女儿家串门 那女佣姐妹就在家里边干活嘛 整个房子突然就没电了 她俩就觉得 反正这一家三口 今晚又不会回来 那等明天再修吧 谁知道 这母女鸟晚上回来了 女主任一看站着没电啊 瞬间来火 直接对她们大打出手 姐姐啊 克里斯汀压抑了太久 再也忍不了了 爆发了 那她常年干活 那比女主任可有劲 所以一把水壶 砸在对方头上 女主任的女儿看见上来帮忙 但也打不过 这会儿克里斯汀 已经被逼得失去理智了 于是指挥着小梅丽 两个人在怒火之中 直接对母女给杀了 还挖了母女鸟的眼睛 然后还拿刀和锤子 封了一样攻击母女鸟的尸体 据后来警方估计 袭击大概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 屋子里边到处都是 母女鸟的血迹和残骸 紧接着晚上七点半 男主任带警察撬开了别墅的大门 目睹了恐怖的案发现场 警方当场逮捕了凶手 帕潘姐妹 这惨案一传出来 立刻轰动了法国 人们都特别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 能让两个乖巧的女佣 下张的毒手 而帕潘姐妹的经历 被曝光也再次震撼了法国 很多作家 哲学家 艺术家 剖析了他们的原生家庭 还有做公式被剥削的经历 开始同情他们 觉得他们是正义的化身 他们的所作所为 都是对阶级压迫的反抗 因为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推崇 所以对帕潘姐妹的审判 也充满了争议 成了一场拉锯战 甚至有专家给这对姐妹 定义为精神共犯 因为姐妹俩 长期相互依赖 与世隔绝 形成了一种 共同的偏执妄想 那这对姐妹 最后到底有没有被定罪呢 他们的结局 为何又特别唏嘘呢 我们下一期接着说 首先我们说到 1933年的时候 在法国勒芒 做住家女佣的 帕潘娘姐妹 那这对姐妹女佣 因为女主人 长期压迫和虐待 人无可忍 残害之间的 这家女主人和他的女儿 这个案子 当年在法国是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一方面这个案子 太残忍 太吓人了 另一方面呢 女佣被雇主 长期压迫 奋起反抗 也被法国很多 知识分子同情和推崇 总之啊 当年她两个审判呢 牵动了所有民众的心 你看这杀人证据确凿 那针对她俩的 庭审辩论呢 就聚焦在一个点上 什么点呢 就有这两姐妹 到底有没有精神问题 你看两姐妹在此之前 一直表现得很顺从 很勤劳 突然就变成了 变态杀人狂 很不对劲 所以对于这两人 但是法院这边呢 也找了三个医生 给她俩做了心理评估 她俩没有精神障碍 这种方法就僵持住了 那后来就有证词指出啊 他们家的确有精神病史啊 咱们说过 帕凡姐妹的母亲啊 精神就不太正常 她俩叔叔呢 也死于自杀 还有表亲呢 也住在精神病院 因为案件的证明度啊 有很多心理专业人士啊 开始参与啊 剖析两姐妹的精神状况 最后啊 有个比较被大多数人认同的说法 就是两姐妹有 共同偏执障碍 这啥意思呢 简单说啊 就是他们俩 长期相互依赖 与时隔绝 形成了一种 共同的偏执妄想 而且这种关系啊 是一方主导另外一方 显而易见啊 姐姐克里斯汀 性格强势有主见 就是她占据了主导地位 几乎吞噬了妹妹温顺的人格 两个人啊 最终被定性为 精神病共犯 但心理障碍啊 也不是犯下血缘的借口 最终啊 主犯姐姐克里斯汀 被判了死刑 后来也被减刑 然后无期啊 从犯妹妹利亚呢 被判十年监禁 说起她俩 被捕之后的命运啊 也是相当的唏嘘 在审判期间呢 他们就拼命地 护着对方啊 把罪都往自己身上揽 判结下来之后呢 两姐妹被分开 关到了不同的牢房 但我们说过啊 他们俩精神上 极度的相互依存 几乎活成了一个人格 那怎么分得开呢 所以社区妹妹之后啊 姐姐克里斯汀的精神 迅速的恶化 疯狂恳求 想和妹妹团聚 但是被狱警拒绝了 那眼看团聚无望 她也越来越偏执 到后来啊 甚至精神错乱 要把自己的眼睛也挖出来 还不吃不喝 那为了防止她自虐啊 后面的大部分时间啊 警方都只能给她 长期穿着这个警神衣 1937年5月啊 又有长期绝食呢 克里斯汀在狱中 把自己活活地给饿死了 至于妹妹利亚 刑满释放之后呢 继续和她的母亲 生活在了一起啊 换了假名字 在酒店里边做女佣谋生 据传啊 她在2001年去世 和姐姐克里斯汀葬在了一起 那我们之前也说过啊 这起案件呢 当时被法国社会各界关注 因为女佣们啊 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 每周只休半天 还遭到雇主非人的虐待 所以法国很多性命学家 哲学家和作家就觉得 他们变成恶魔 完全是因为精英阶层的 冷酷和卑鄙 他们作案是对上游 社会的一种警告 是阶级斗争 那这事儿 引起了法国全社会 对阶级矛盾的反思和批判 他们的故事啊 也被改变成了 无数的戏剧书及电影 包括我们昨天提到的 这个奥斯卡电影寄生虫 也是在这个案子里边 吸取的灵感 他们犯下的血案啊 当然这个无可辩驳 但是也不得不说啊 就像电影寄生虫一样 这种悲剧啊 绝不仅仅是受害者身上的个例 也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问题 就很值得人深思吧